入夜之后 吴星和月牙早早上床 缩在热被窝里 七七喳喳地说话 顾大人却是和镇长 坐在前厅 宫愁交错地痛饮不止 顾大人喝高兴了 嘻嘻哈哈地 开出许多空头支票 而镇长本来和他不熟 不大了解他的性情 所以此刻也听不出 他言语的真假 糊里糊涂地闹过一场之后 镇长离席撒尿 换了镇长的小姨太太上场 娇声嫩气地 要和顾大人划全 小姨太太颇有姿色 顾大人也是气语轩昂 两人划得眉来眼去 不知不觉就过了许久 最后还是顾大人先有了知觉 我大哥怎么还不回来 小姨太太不慎情愿地打发了身边仆人去找镇长 结果半晌之后仆人回了来 却是答道 老爷在院子里摔了一跤 摔得腿疼 刚被人扶回您的房里去了 真是的 兄弟还坐在这里呢 他怎么说走就走 连个屁都不放 镇长素来是个一团和气的性格 面对小姨太太就更是和蔼之至 仆人知道小姨太太比镇长厉害得多 所以不敢多说 只是陪笑 镇长走就走了 小姨太太性质高昂 还要和顾大人继续喝酒划全 倒是顾大人认为 小姨太太虽然眉目交好 但也谈不上如何美艳 可勾的可不勾的 而且按照亲戚辈分来论 镇长毕竟算是自己的大哥 自己犯不上和大哥的姨太太狗扯羊皮 笑嘻嘻地堂塞几句 她推辞酒醉也离邪了 小姨太太十分扫兴 气冲冲地回了房 迎面就见床杖低垂 杖下垂着一只粗腿 重手重脚地关上房门 她坐在梳妆台前 一边卸妆一边抱怨 你好大一个阵长 一点礼书都不讲 我要不是派人去找 人家顾旅长还得继续等你呢 摔跤是摔了你的腿 又不是摔了你的嘴 你连支持丫头通报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把一只发卡丢到梳妆台上 小姨太太对着面前的大圆镜一撅嘴 正要继续埋怨 不料就在将要开口之时 她忽然愣了一下 通过大圆镜子 她看到自己的床杖 微微有了波动 而自己那胖吞吞的阵掌夫君 无声无息地 从杖子后面露出了一只眼睛 顾大人擦了脸 竖了口洗了脚 自我感觉十分卫生 舒舒服服地钻进被窝 她很惬意地伸直了双腿 同时就听隔壁传来滴滴地说笑声音 是无星和月牙还没有睡 被窝微凉 顾大人打了个撕心裂肺的大哈欠 忽然认为月牙说的也是有理 是应该讨个正经八百的太太了 娶妻娶德 娶妾娶色 不太美也可以 但是一定得要好人家的姑娘 自己在当家立即的方面已经是不高明 再弄个不靠谱的傻媳妇进家门 日子更过不得了 顾大人酒量不错 虽然断断续续地喝了一晚上 但此刻只是微醺 迷迷糊糊地不闹不吐 正是昏昏欲睡之际 房门忽然被人敲响了 顾大人刚把被窝误热了 绝没有下地开门的意思 只不耐烦地问道 谁呀 顾旅长 是我 你快开门呢 我愿你出事了 顾大人一掀棉被坐了起来 心想莫非他是想色诱我 如果真是色诱 可别怪老子将计就计 披了上衣下了床 他走去开了房门 哎哟 小嫂子 这有事儿 你该去找大哥呀 然后他看到了月色中的小姨太太 小姨太太劈头散发 身上就系了一件斗篷 一条白胳膊露在外面 皮肤上赫然显出几道红痕 一把抓住顾大人的手臂 小姨太太急促地说道 兄弟 救命啊 你大哥疯了 啊 疯了 不是说他摔了一跤吗 我刚才回屋见了他 哪知道他就像鬼上身似的 对我又咬又挠 家里上下就是我能降服住他 现在他连我都敢打了 还有谁都管他 兄弟你跟我走 我的丫头已经去找太太了 到时候大家一起上 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回事 小姨太太的眼睛被凌乱长发遮了住 瞧不清神情 就只能听见他慌惑的声音 怎么看也不像是醉了 吓死我了 顾大人见状 不能把他推出去不管 只好转身敲了敲隔壁窗户 师傅 忙忙 不忙就起来一趟 外面出了点事 你跟我出去瞧瞧 吴兴刚和月牙忙过一场 此刻正窃窃私语地说话 对外面的动静全没留意 忽然听到了顾大人的呼唤 吴兴嗨了一声 很不情愿地告诉月牙 月牙 你先睡 不知道顾大人又在闹些什么了 去吧 把衣服穿好了 夜里风凉 吴兴对于镇长没什么感情 所以穿得挺细致 末了推开房门 一步迈出去 他和顾大人打了个照面 怎么回事 顾大人正要让小姨太太说话 不料未等她开口 小姨太太忽然转身跑向院门 迎头正遇上了一名气喘吁吁的仆人 仆人 仆人停了脚步 大声说道 哎哟 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大太太正找您呢 小姨太太只做了一瞬间的停留 随即继续向外跑去 而顾大人叫住了 顾大人 哎 镇长出什么事了 回长官的话 我们老爷把衣裳全脱了 正在院子里打滚骂人呢 顾大人和吴兴对续一眼 知道镇长可能是黑夜里撞着脏东西了 顾大人让仆人领路 带着吴兴穿过几重院落 末了到了小姨太太的院内 小姨太太的院子很精致 靠边摆着花花草草 中间是光溜溜的空地 一群仆人明火执杖地站成一圈 照出中间一个光屁股大胖子在呼叫乱骂 一个夫妇太太的妇人扶着小丫头站在人前 打着哆嗦也在骂人 而所骂的对象 却是不知何时挤进去的小姨太太 小姨太太依然是披头散发 显然是被大太太骂老实了 坐在斗篷里一声不出 大太太没了主意 让仆人去拽老爷 可是仆人一旦靠近 必定会被老爷抓咬撕打 眼看丈夫丢人现眼 至此她又气又怕 索性对着小姨太太发了火 满嘴骚狐狸臭婊子的乱骂 一口咬定就是她演了老爷 孤大人既然来了 自然不好袖手旁观 束手无策地摸了摸脑袋 她问无心 你看出问题了吗 是鬼上身 不是大事 啊 那你还不快去治一治 孤大人 我想不通啊 这鬼哪天不能上身 非要赶在今晚 照理来说 官兵所到之处 扬起杀起兜众 不是阴魂作祟的好时机啊 而且 一般的鬼魂 是没有力量上活人身的 既然能上 这鬼魂就必定有来历 有所图 可是你看 这阵长一味地举是发疯 连小姨太太都能安全地逃出去 可见她是没有杀机 倒像是 倒像是什么 倒像是在故意捣乱 可这捣乱的目的是什么呀 无心正要回答 哪知就在此刻 人群中的阵长忽然崛起了身 一头撞向了顾大人 顾大人猝不及防 当场被她撞了个跟头 无心知道顾大人身强力壮 和谁打架都吃不了亏 所以后退一步并不出手 只是留意周遭情形 正举此刻 小姨太太拢着斗篷跑了过来 仿佛是要和仆人一起合作营救顾大人 而顾大人被阵长压了个四脚朝天 气韵丹田一蹬腿 大喝一声 踹中了阵长的胸膛 阵长顺着力道向后一样 泰山压顶似的拍向了地面 众人慌乱散开 其中武仪太后退一步 踉距着正是靠住了无心 无心垂眼一瞧 忽然在武仪太的头顶 发现了一点荧光 一根粗长的钢针在丝丝缕缕的黑发之中露出了尾端 反射了灯光 无心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阵长真的只是一面挡箭牌 小姨太太刚针入脑 如今已然是一具行尸走肉 无心来不及多说 正要反捡住她的双手 可是就在她将要动作之际 一举惊恐的小姨太太忽然稳稳地回过了身 裹在身上的斗篷被风吹开了 藏在里面的右手举起一把匕首 一刀扎向了无心的眼睛 无心当即歪头一朵 同时抬起右手让刀尖掠过了掌心 趁着小姨太太未收回手 她一掌拍上了对方的面孔 伤口蹦出的点点鲜血 尽数涂在了她的脸上 小姨太太一声哀嚎 随即倒在地上抽搐成了一团 围观的仆人吓傻了 只见小姨太太仰卧在地 仿佛被浇了滚油一般惊蓝不举 双手十指狠狠抓着地面 似乎周身的关节都要断裂错位 片刻过后 小姨太太安静了 镇长方才倒在一旁 如今也安静了 大太太最先神魂归位 她颤巍巍地走上前来 首先去看镇长 镇长大睁着眼睛 气息已无 似乎小姨太太的老妈子也凑上来了 心惊胆战地想要扶开对方脸上的乱发 然而在看清乱发下的面孔之后 老妈子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小姨太太也是死不瞑目 黑眼珠向上翻起 嘴角却是微翘 居然还带着笑意 院内极易地安静了 无心望着地上暴死的二人 心中越来越慌 控制镇长和小姨太太的鬼魂 到底是要干什么 只是为了害命吗 可是人早已死了 何必还要戒失魂魂地演一场闹剧 想要戒刀杀人 杀谁呢 顾大人 杀自己 无心忽然打了个冷战 抬头对顾大人喊道 月牙 随即他扭头就跑 而顾大人争了一下 一言不发地立刻追了上去 全宅子的人都跑去乔镇长了 其余院落就变得寂寞空落 无心和顾大人一前一后 冲向所住的小院 在禁院的一瞬间 连殿后的顾大人 都嗅到了隐隐的血腥气 而无心猛然杀住脚步 俯身从地下捡起了一只小荷包 荷包上的细袋子断裂了 荷包口收得确减 是月牙永远贴身挂在脖子上的小物件 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 可以捏出里面折好的黄服 洗袋子是虚的 浸的不是鲜血 而是浓水 散发出腐臭味道 顾大人抽抽鼻子 知道是不好了 而在他开口之前 无心急冲向了房门 房门是虚掩着的 推开门是迎面一片温暖的漆黑 鼓鼓流淌的鲜血浸润了微凉的春夜 棉被从床上拖到地下 而月牙被一柄钢刀穿透胸口定在床上 一身的单衣被血染红了 红得像她去年为自己缝纫出的嫁衣 她还清醒着可是不身影 一口热气存在胸间 她要等着它回来 无心站在了床边 俯身唤道 血涯 她的声音轻而颤 是又惊又痛又绝望 伸手扶上她的面颊 触及之处一片湿热 刀子割了她的脸 她是受了酷刑 月牙忍着不死 等了又等 终于等回了她 本来前一个时辰 两人还轻轻热热地分享着一个被窝 没想到只是一刻钟的功夫 她一生一世的日子却化为了乌有 她知道自己是不成了 她甚至都感觉不出了疼 十月起落 她跑出来了 带着个骨头架子 在回光返照的平静中 她定定地凝视着无心 要说的话太多了 约好了事过一生一世 现在提前没了一个 另一个怎么办呢 所以她不能停 她得趁着气息海族把话说完 我不求你给我报仇 你要是打不过她 就赶紧往远了吧 我记住了 顾大人的脚步声缓缓尽了 黑暗中能听到她呼吱呼吱的喘息声音 是怒不可遏 欲哭无泪的光景 一只大手伸到月牙胸前 她想拔刀 可是一旦拔刀 月牙必定立死 月牙听出了她的动静 于是又开了口 顾大人 我肯定给你风光打造 我恨你的妖怪娘们 我也饶不了她 顾大人 你对我俩 一直挺好 以后 我没了 你替我顾念着她 她没啥真情本事 将来要是穷了 你想着给她个饭吃啊 月牙 我向你保证 有我一口吸的 就有她一口干的 我还能养不起一个她吗 我有兵有钱有地盘 养她 就像玩似的 我行 咋不点灯呢 点灯 我再看你一眼 擦的一声 火苗窜起 是顾大人哗然了火柴 竹台上的蜡烛 一根一根的亮了 月牙的面孔 渐渐显现在了光明中 血痕交织 真凝纵横 眼睁睁地望着无心 她气息一颤 一滴血泪 顺着眼角滑落 怎样 再过了一年 我 你一个人 咋办呢 她只有一双眼睛 依然洁净明亮 一眨不眨地盯着无心 无心 我跟你 没够够 无心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她 有透明的液体在她眼中汇聚成堤 悬在睫毛上 粘稠而又沉重 是她的泪 月牙 我也没过够 以后 我不伺候你了 你自己 好好活吧 然后 她缓缓地眨了一下眼睛 望着无心又看了半生 最后 她慢慢地闭了眼睛 口鼻一出浅浅的一声叹息 带着她短暂一生中 所有的苦乐与流恋 没 没 过 过 无心扬起了头 已然凝固的透明泪珠坠落下去 微弱的光芒在她眼前流动闪烁 是月牙的魂魄脱离了躯壳 换不回 留不住 留不住